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 去年这个时候写下的备忘录 到现在还一直保留在我的手机里 考了多少分 你没事吧 没关系了 我们先工作慢慢准备二战也可以 考研失败 那些无论是出于真心或假意的安慰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 都像是一场哭醒 被周遭人群的目光围困着 却没有一个人能拯救我 想想自己明明也不是没有努力 桌上的饮料永远是水 咖啡和茶 实在困的时候就去窗边站着背书 吹冷风清醒清醒 假期从来不敢提回家的事 就怕一离开自己时的位置就没了 看过清晨六点的校园 也吹过凌晨两三点的夜风 取消所有的娱乐项目 没有电影 没有零食 没有逛街 也没有旅行 每天早出晚归 争奋夺秒的复兴 最难过的时候 是就连崩溃的大哭都不会给自己超过十五分钟的时间 可即使这样 好像都还是不行 甚至于最后就连那个说着 你好好准备考试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人 在我回头看的时候 也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呢 大概是怀疑 自我怀疑到她说喜欢我 但我总是会想 她说她喜欢我 那她喜欢我什么呢 看上我哪点了 不是说做做想听别人夸你还是怎样 是真的想不明白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一个人的喜欢和偏爱呢 大概就是她用尽了权力向我传达了 跨越了千山万水的安慰和陪伴 可我没有感动 没有回应 只有怀疑只有争吵 说实话 我到好久的以后才敢真正去回想 那段日子 以及那段日子里的我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子 看不清自己 迷雾中失去方向 伸出的手被我一次次拒绝 在备忘录里艰难地写下那句话的时候 以为人生不会好了 可是现在看看一切都会过去 只要还过得去 就值得恭喜 不是吗 你一直都不是那么幸运的人 投胎技术不过瘾 对讲圈永远只能刮出谢谢 喜欢的人总是看不见你 你也不知道努力多久 才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或许人生写到结尾 故事都平淡无期 但因为平凡太久 就容易为小事满足 你最好的运气 就是很久很久一切 遇见了自己 这么多年 还没放弃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比起那些仍然 挣扎于贫穷 疾病战争的人来说 你已经幸运很多了 字典里拥有幸福两个字 心里没有什么大的心理阴影 也没有吃过什么 不能承受的苦楚 只是偶尔觉得人生坎坷 可要知道 有的人光是活着 就能需要耗费所有的力气了 我做不到去安慰你说 一切都会好的 因为生活并不能说苦尽 就一定会干来 苦尽之后可能仍是苦 仍是难 或者只是平凡 起起落落之后也有可能 还是落落 也有可能还是落落落 这就是活着 这就是每个人存在于 世间所要历经的不同轨迹 但我唯一会对你说 一切都会过去的 无论是灿烂辉煌 还是暗淡无光 你要相信 只要生活在继续 你的人生就有意义 只要生活还过得去 你的每一天 都值得恭喜 你的眼睛点亮了繁星 飘荡在夜空里 你的眼睛吹熄了湖水 飘散在青玻璃 你的眼睛融化了过往 迷失在故事里 你的眼睛沉碎了山顶 和软软的白云 在你无边的视角里 在你飘洋的怀疑里 在你流浪的青春里 多想看到我自己 你的眼睛点亮了飞鸟 翻新飘荡在夜空里 你的眼睛吹熄了湖水 飘散在青玻璃 你的眼睛融化了过往 迷失在故事里 你的眼睛沉醉了山顶 和软软的白云 在珍惜的歌声里 在珍醉的岁月里 在转瞬的生命里 多想和你一起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